現在是8月18號的晚上8點20分 我們在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提斯拉瓦 那我眼前這一條就是多腦河 藍色多腦河 你看一下 哇好漂亮喔 有道理 剛剛還沒有完全暗 很漂亮 明天早上我們可以再來看一下白天的多腦河 這是最後一次看晚上的了 因為明天我們就要坐飛機 回台灣囉 明天晚上的飛機我們要回台灣了 你看一下後面這個身後有一個很大根的雕像 上面那是獅子下面佔了一個士兵 但不知道他的身份 那左邊那個紅紅的點有沒有看到 喔有S 對那個就是我們的飯店喜爾頓 喜爾頓 不是喜爾頓 不要亂講話 喜爾頓 看一下很多人都坐在這裡 像淡水的也是會這樣 這也像淡水河啊 這多腦河耶拜託 這可不是淡水河 那你看不起 瞧不起台灣的淡水河 沒有沒有瞧不起 只是我覺得能來多腦河看河景夜景很浪漫 淡水河也很好啊 那是我們的故鄉 欸好像有遊船 對啊我就想著一定晚上一定會有遊船 可是那邊沒有渡輪口 對 沒看到 對啊 喔有喔 嗯 哇他加速囉 希望有機會去布達佩斯去做他們的 河 河 由河的河的 河的 蛤 這一隻是什麼 這應該不是 這小艇而已啊 哇自己開的 哇不錯耶 啊很漂亮的多瑙盒 好啦最后一夜对于这15天的行程 从波罗的海三小国到波兰到斯洛伐克 有什么感想 波罗的海三小国让我觉得都真的还蛮前复的 波罗我觉得很多东西可以吃可以买 斯洛伐克我觉得好像记忆点不是那么的深刻 因为我们今天晚上还到 根本都没有玩到 明天最后一天白天才会 是因为那艘船吗 应该不是是风 好大喔 在斯洛伐克待的时间比较少 在布拉提斯拉瓦 可是不会啊 那我们这两天前两天住在凯冰斯基 也是属于斯洛伐克的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好像比较不能去贴近 就是像司机或者是当银 因为我们都住在凡人 明天就会去旧城区了 而且我觉得参加这个行程每天都好充实 根本没有时间让我们出去就是很自在的shopping 因为回来时间点都刚好无卡 在晚餐时 对啊 然后只能在附近走走逛逛 就觉得想要多买当地的东西都没有时间 因为人家都关门而且也很晚 这就是跟团 这样就有点点的可惜 这就是跟团 外国人真的吃饭都很浪漫 时间都拖很长 两个小时 基本都吃两个小时 可是因为他想说要让更多的时间 让你跟朋友可以有多多的聊天互动 可是我们已经隔了很久了 隔了四年才再来欧洲玩 我觉得这趟还蛮好玩的 是啊 食宿品质都很好 好玩 对啊 预期更高 觉得不错 好 最后一晚还要把握好好珍惜 要不要回台湾了 拜拜 好拜拜 藍色多脑盒 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提斯拉王 晚安 晚安